新南向政策上路已满一周年 新政院表示最大成果是让台湾与新南向国家更了解彼此 而且新南向国家来台的旅客数贸易量和学生数都向上增加 放眼未来教育部希望来台学生每年增加两成四年翻倍成长 未来可以在台湾或台商工作 究竟对东南亚人来说台湾的工作环境有比母国更好吗 新南向政策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因为我是资讯科嘛 然后在缅甸这方面其实还没有很发展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我用我这六年学到的东西 在台湾工作可能会比较用得到 然后比较没有浪费 第一个其实马来西亚经济真的不景气 第二个就是自安败患 我们很喜欢台湾的就是相对于新加坡 我们认为台湾有更高的精神文化 包括说艺术方面的 你可以去看展 你可以去看有意思的电影 你可以看各种各样的一些很精彩的文化的撞击 是我觉得台湾可以给外籍人士 带来在心灵上面跟精神层次上面的收获 当其他地方的新制环境越来越好的时候 台湾这方面确实越来越糟糕的时候 未来对于国际人才这一部分呢 是前景是比较堪忧的 在台湾现在的薪资制度来讲 我们认为说我相较的薪资 我台湾已经很高了 可是请他的是以日本 还是以新加坡的薪资水平 还是人才水平去比较 有一些研究生还是博士生 尤其是技术面很强的 其实他都被别的国家带走了 在美国在矽谷那边有H1B这个VISA 那其实如果台湾真的在这个时候把人才当成国家战略的话 应该去思考说怎么样推广所谓的技术移民 我的看法是说在网络的世界其实国界不重要 所以就说反而如果说去谈江界的话 其实是把自己限制住 我们思考应该是全世界 那如果不是全世界 也至少要是整个亚洲 如果以台北上海 东京或者是新加坡 可能这几个城市比较起来 国际的移动性来说台北算是比较低的 台湾要选择性的做几个是 我们在亚洲或者在世界上是有独特价值的东西 我觉得以人才的观点来说 不应该想办法硬把他们留在这里 而是一个创造一个流动的价值 我们到底可以帮助多少人去流动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多少台湾人走出去 因为我认为走出去回来他的贡献是更大 如果说他只是在增加奖学金 或者说提供更多名额呢 是跟以往做的东西是一样的 没有所谓的心意 如果要有更有帮助的话 那我就觉得说 台湾政府他本身要去更加了解 东南的学生是怎样的族群 那台湾目前的新南相声称呢 有个最大的问题是说 他跨不出 他跨不出东南华人这个圈子 那如果说他在当地设计一个技职学校的话 那他可能照顾到的不只是华人 而是当地的更多不同的族群 那你反而才能以人为本 去跟当地做更多的连接 而不是以华为本 或是以桥为本 很多政策是 推出来之后执行不到位 譬如说像之前国发会有推出创业家签证 那创业家签证 各位可能不知道 一年才发出了28张 它的quota是2000张 政府没有用力的去promote自己 说这些政策 你要让人家留下来 让人家进来 你是要拉力 要破 而不是说我把政策push出去 大家就会自动 自动来了 那我问过一些国家 交易体系的人 他告诉我说 你看新加坡开这个条件 中国大陆开这个条件 那你台湾有条件来跟我谈吗 那我就回来盘点一下 第一个他们要的 如果都只是讲捷金而已 我们真的不一定比得过人家 那不是讲捷金 你有什么可以去吸引人家 现在会再做另外一块 就是人才资料库 去收集他们的声音 你收集完你才能推出你想要做什么 南向除了从国内开始 南向也要所谓的互惠 我们也需要经济发展成功 他们也要 那我们如果首先手 你会爬得更高 那如果你推我 我推你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上不去 我看这 tutorial 你 这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